啊 好醉喔 我就會把他這樣拉起來 就說很醉嗎 來姊姊這裡 一直灌一條水 一直灌一條水 然後去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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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再讓他喝他醉了 他沒醉 他更厲害他沒醉 然後他跟老爺小心一點 好的 今天又來到我們節目最受歡迎的 單元罵醒我系列 但是今天呢 邀請到一個最美的大砲 歡迎思佳潔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生完小孩 比我們兩個不少 太辣了吧 我們兩個不要說到旁邊好肥喔 你看看也有多肥 對啊 你才肥耶 我真的想要給小賴男看 他好自幫他臉加那個放大鏡 對 就請了我們兩個才是產後婦 我們還在懷人 還在懷 對 今天的話主要就是罵醒我單元 然後有幾個粉絲就一直走不出來 所以而且很多粉絲的人都說 因為他們三個就沒有結婚沒有小孩 有憑什麼之外罵我們 所以有粉絲想罵我們 他們就說你們又沒有結婚 對你們沒有結婚你們不懂結婚的苦 你們沒有小孩不懂小孩的苦啊 如果懂婚姻當中就是需要一點演技 所以今天邀請思佳姐來 第一個的話是台南的B老師 他說十年前當補習班班搬倒的時候 跟一個學生談了三年失聲戀 然後他們相差十歲 這不是犯罪的行為嗎 MBR 他後來出國念書的時候 我們就協議分手 分手期間遇到現任老公結婚也有小孩 等他回國之後 雖然知道我有結婚 他也願意等我 但因為年紀差距很大 所以身邊的親友跟老公 都沒有起義我們的關係 然後他還會參加我們的家庭聚會或旅遊 然後我們就在眾人的眼皮底下 享受著偷吃的歡愉 這什麼 直到最近鮮肉突然說要放下我 嘗試要跟別人交往 瞬間我世界崩壞了 原本屬於我的東西 被人家奪走的感覺這麼痛 我兩個都愛 請罵血 你給我去自首 哈哈哈哈 他常愛國家幼苗 還真的不行 當年那個人應該沒有成年吧 一定沒有 五席班 應該是沒有成年 然後你給人家毀壞人家三冠 然後家家好不容易要回歸正常 跟他年紀的人交往 你應該要鼓勵他去 你還不願意放下他 對 真的 我跟你講這個應該是目前來信最值得罵死 對 為了罵死你 只能把你的帳號公布 哈哈哈哈 呃 不好意思 我們等一下就報警 然後就抓他 欸這個 這個不行 你就讓他去跟青春少女談戀愛 好不然這個老雜貓 對啊 我愛地方媽媽M-M-M-I-L-F 是不是 Mills對不對 黃文哥你一定知道什麼是M-I-L-F 對不對 我知道 你要知道 比如說媽媽 就她的兒子 帶她的同學回來 然後她就把 然後她跟同學 你是在討論A片情節嗎 不是 不是這個片 但我以前是很喜歡這個系列 哈哈哈哈 因為她就會吃那個同學啊 就是老媽媽吃年輕的同學 那你是可以跟同學的 的 爸爸或媽媽 他可能可以 你可以 你媽媽 嗯 要很好看 應該弄一個新的話題叫做 Hashtag老爸爸 超帥的 那種一身雞的 OK OK 我太反了吧 你昨天說我們三塊已經很正了嗎 你怎麼不加私所說 OK 沒有 如果說 就是 我想一下 還要想 刺激感也是OK啊 都不OK 對 很病態了 對很病態 我真的覺得這個不行耶 對啊 這要危險 這個 這個是進珠龍的行為 應該鼓勵他去跟正常的人交往 對啊 所以他應該是這個男生的初戀 有可能 是 如果這樣子推算的話 這個男生就是一直在尋求 像他這樣的女人 可能在身上找一點媽媽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男生的三觀已經變了 但原本那個人一直很喜歡他 那你有種離婚啊 對啊 你就離婚啊 他沒辦法啊 對 有種你就離婚 他有問 最適合我的跟我最愛的 你們會選哪一個 結婚嗎 對 來 因為你有結婚才可以回答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應該是想說 或是你要找一個最能夠跟你相處的人 最愛的人你會給太多 嗯 喔 給太多也 你會很容易委屈自己 變失衡 就結婚的話嘛 對 因為很多人就是以前不都會有一個問題嗎 就說你要嫁給你愛的比較多 或是愛你比較多的人 對 全部都會這樣問 那你愛的比較多 那表示他跟你有一個距離 你要很努力的去追上他 所以你永遠都會失去平衡 因為別人都是在高處看你 你永遠會沒有自信心 可是如果一個愛你比較多的人 應該要講說 你跟他的愛是比較可以平衡的 對 因為女生愛是可以慢慢給的 我們會 我們是可以被感動的 你知道嗎 可是男生不是 男生不愛你 他就是不愛你 他不可能說 你腿斷了 然後他來多照顧你 就日久生情 比較難這種 女生可能可以 喔 男生蠻難的 因為男生都是衝動型的 我喜歡你 我就喜歡你 我不喜歡你 我就不喜歡你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想一件事 你要找一個 比較可以跟你相處的 你一定會有激情退去的時候 譬如說你當時看到他 就想把他推倒 對 但至少你現在看到這個 你不能想要你後退吧 喔 可以後退為主 你還是要可以願意前進的那種 可是如果說你們就是那種 乾材烈火星 除了那件事情 沒有別的事 那你們很容易就會因為這樣子 就燒光了 就燒光 很容易 非常容易 所以可以相處是跟個性有關係 譬如說你們兩個一定要有一些 共同 可以 就算不是共同也要可以彼此理解 譬如說像我老公很愛吃taco 我就是不愛吃 我雖然不能陪他吃 但我可以幫他找最好吃的店 喔 那都不足嘛 我懂 我不能夠理解這件事情 可是我可以讓你自己去吃 但我不會說因為我自己不吃 所以你也不能去 喔 我懂 很多女生很愛講 那就是無聊啊 那就是無聊啊 但我是可以接受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你要尊重別人跟你的不一樣 因為就是那個不一樣才吸引著你啊 誰要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交往 多無聊啊 哇你這樣講的話也是有道理 對啊 有沒有想結婚 是沒有啦 我是沒有想結婚 但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你一定要可以相處 因為你不可能說你找一個人 永遠都順著你 那多無聊啊 對 我最討厭人家順著他了 我討厭人家順著他了 因為我想要一點點挑戰度 摩羯是這樣子 越不好搞的東西 他越想去試試看 對 越是全部貪光光給你看 他就好無聊 不要 對 摩羯是這樣 所以 要征服小賴人 就是三天兩頭不回他簡訊 欸 同學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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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女生回他 他就覺得無聊 摩羯高手 真的 摩羯 摩羯高手 明明在線上 就是不回你 然後他就賭來 欸 他什麼不回我 然後回了之後 他就會在直播上去看那個訊息 還特別中斷 你以前來想 我現在沒有想 我現在沒有想 好 還是你現在表演的時候 也會看簡訊 我以前會耶 我以前會耶 我以前會 會偉進 會偉進 等等等等 我曾經以前 在錄《縱口味》的時候 錄到一半 然後比如說 《別再回答》 然後打開《Sanley》 看一下 你看你看 真的有必頓 早期 早期 我每次都喜歡 有距離的人 有付出比較多 他去追那個距離 我們也跟他講 但他沒有辦法 這是他人生的課題 課題 因為他這樣子下去 可能會孤老終身 對啊 有在降低一點標準嗎 摩羯是很死心眼的 你家他換菜 其實不太可能 他可以就是說 這個菜的品質調 但他不會換這間餐廳 因為他喜歡 他就是有這個忠誠 對 所以其實被他喜歡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是沒有 但他會很辛苦 可是相對他會 可以給別人很大的壓力 摩羯的愛會讓人支持 太胖大了 摩羯的愛是包山包海 所以你不能拒絕 所以一旦他接受你的好意 摩羯就會瞬間全給 對方就會在你的愛裡面淹死 對方就會在你的愛裡面淹死 對方就會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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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會出事 對方心臟不夠 那除非他是王咖 他就可以跟你玩 但你就會受傷 因為你給的是真心 我跟你講 因為我就是愛王咖 他給的不是 那沒關係你就趁年輕 大家各玩各的 哈哈 不是真的是這樣啊 對 真的 有 我被他罵過 因為你看到他 你就知道他是王咖 那你就只能用王咖的心態跟他對 有些人就是雞雞癢 你家留下來幹嘛 媽咖 真的 靠北 那不是自己的問題啊 再回到那個剛才那個B老師 好總之他今天選擇放棄這個年輕人 他跟老公說有這段嗎 不用放了 他不會講 他不會講啊 這誰會去講這段 但我覺得你要小心 因為我年輕人可能在一個局 跟他老公說 我愛他很久了 什麼的 他現在想走 有嗎 有 他不是想要跟他交往嗎 你剛剛是不是專注你自己的問題 沒有在考慮 對 他根本沒在選飛好那一段 對 誰在呼籲你們的問題啊 哈哈哈哈 好 下一個喔 下一個的話是名權東陸的Linda 他說 好近喔 對 閨蜜跟他老公結婚八年 為了家庭放棄事業 全新照顧家庭 他特意安插我成為他老公的秘書 平常就叫我多盯著點 不要讓他老公碾華人 與何吵 但是其實我跟他老公早在婚前 就已經搭上線 天啊 閨蜜就跑來 公司大吵大鬧 他老公也只說了一句說 你在那邊鬧的話 散費都不會給你 然後他也哭著跟閨蜜說 我真的跟你老公是真愛 你為什麼不成全我們 請問 他問的題是 有讓閨蜜死心好聚好散的方法 死心 他才是原配 對他想要問問開 就是 我只能說這就是 你不能夠探心了你身邊的人 男人他要去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算你不安插這些東西給他 他也可以跟打掃阿姨 門口總機 任何一個他可以遇到的人 他都可以發展出這種關係 哪需要你身邊的這個朋友 我想請問一下你老公有秘書嗎 我老公沒有秘書這件事情啊 不准有對不對 不是他曾經開玩笑 因為大家在聚會 然後他就在大面 他就說我可不可以有第二個老婆 我說那有什麼問題 我還可以讓你有第二根老二 我幫你切一半 OK了兩個老婆配兩根 很合理啊 你要中切還是直接 中選 OK了 中切好了 還有粗度 對 其實你說 你給他選項他可以選 但你不能斷了他的念想 你就跟他講說 你應該給我試試看 為什麼不能試試看 哦 你會助長他想做這件事情的意 反而去鼓勵他去做 鼓勵他 鼓勵他去做 你就跟他說我覺得你做得非常棒 你有這個想法是對的 我給你更多的選擇 好難喔 好難喔 我會說到現在很大顆 那是摩羯博士 我們自己也有叛逆的因子 媽媽叫我們不要出去 我們怎樣都要去個seven 才要回來 是一樣的意思嗎 對 這個意思有些女生一吵架 就喜歡跟姐妹她說 她跟男友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巨細迷 可能連床上的那種東西都拿出來講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要跟第三人 講這些屬於你的兩個人的秘密 就是你幹嘛要開啟那個潘朵拉的盒子 然後去讓人家說 其實我男友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會讓有些女生他就想挑戰看看 女生是會想挑戰看看的 有些女生本性是很賤的 他們會 他們會很賢 就是譬如說 已經知道是朋友也要這樣做 譬如說 有些時候這個人可能也不是他的菜 可是他記得他的女朋友很喜歡 他就會覺得說 這男人應該有什麼個人之處是我不知道的 對 有 真的有這種女生 好可怕喔 就是他沒有一定 就是他不餓 大家可以吃吃看 好可怕喔 這種女生通常會說 我們都是German 我們就是German 對啊 我跟你講聽到女生說 我是German 小心 對 先畫大叉叉 因為很多男生會有他們自己的閨蜜 或者是以前的好朋友 那要怎麼防範這個 以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歡迎來家裡玩 喔 要出秀城會來家裡玩的 你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要好好管代他 為什麼你講了沒有 你講到每句話後面好像 因為旁邊又配的牛酸啊 你試出去的邀請 對方怎麼接招 通常已經暴露他們的底線了 太多 不用了 沒關係下次好了 就是那種很機歪的臉 大家就知道 兩人之間可能有點什麼 所以有點拒絕就是有點危險 對 應該就是說 因為你拒絕他們的見面反應 會讓他們更想見面 女生就裝可憐 你老婆對我就是有敵意啊 會幫我做什麼 他就不喜歡 你人生見過很多表紙 真的耶 好討厭 好多女生樂趣一樣 不然你都表紙耶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還帶科學 真的 你有專家耶 如果他熟本熟後 就知道廁所在哪裡 很可怕 他一定幫得來過了嘛 厲害 這個很厲害耶 對嘛 我跟你講這種人覺得還不好 這種人在炫耀 所以他想勸原配放棄 他意思就是說 不被愛的那個人參加小三 沒有啊 小三想把老公帶走 沒有啊那就拿去配 因為這男人以後也會這樣對他 那你也會再愛上下一個秘書 對 你就有種當秘書一輩子 我有男生朋友 就是他的女朋友不能接受 他男朋友跟他的好朋友 一起吃同一個 喝同一瓶水 或者是有些女生 就是女生朋友會動手動腳這樣子 那如果是身為女朋友的 你要怎麼樣處理這事情 哦 很簡單啦 這個女生又要看 啊好醉喔 我就會把他這樣拉起來 就說很醉嗎 來姊姊這裡 姊姊陪 姊姊幫你醒酒 這樣然後我就照顧他一個晚上 一直灌他的水 一直灌他的水 哈哈哈哈 然後去尿尿 然後去尿尿 妹妹醒酒 不准再讓他喝他醉了 寶貝不用擔心 他有我 他有我 不然你照顧他 哇他很厲害 但他沒醉呢 他沒醉的話 他更厲害他沒醉 他要不要跟寶寶小心一點 哈哈哈哈 就直接來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跟思佳姐的男人很難碰到耶 真的耶 很棒啊 就很恐怖啊 怎麼會 我老公最喜歡耶 因為他們說他洗漆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 你家一杯水能喝嗎 那我飯能吃 對啊 是牛酸嗎 OKOK 這一集就OK 好的今天謝謝思佳姐 謝謝你 謝謝你 各位杳伯 下次再見囉 拜拜